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27号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荷兰首相吕特时表示 脱钩锻炼没有出路 人为制造科技壁垒 这会导致分裂和对立 而任何势力都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科技的进步 来看报道 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中和关系稳健快速发展 两国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 荷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欧合作门户 中方院同何方保持各层级交往 中方院扩大荷兰优质商品进口 欢迎荷兰企业来华投资 也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经济全球化或许遭遇逆缝 但历史大势不会改变 脱钩锻炼是没有出路的 开放合作呢 应该是这个地球唯一的选择 我们愿同何方一道 推动中和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这样可以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我们共同做出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方始终认为 你输我赢 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早已过时 真正安全的世界应该是深度交融 相互依存的世界 人为制造科技壁垒 割裂产业链 供应链 只会导致分裂和对立 中国人民也有正当发展的权利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碍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的步伐 中国对欧政策保持连续稳定 希望何方继续为推动中欧相互了解 发展建设性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旅特表示 脱钩锻炼不是荷兰政府的政策选项 因为任何损害中国发展利益的行动也会伤及自身 愿同中方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便利人员往来 加强经贸 减少碳排放等领域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荷兰禁止部分光科技产品向中国出口 荷兰首相旅特27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 这个措施并非针对中国 何方会尽力确保不干扰供应链 不会影响到跟中国的经济关系 我可以告诉你 当我们的相机和商业 像 ASML 当我们需要承认认证 他们从一家特别的目标 我们一直努力确定 让我们确定的影响 并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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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27号会见来访的荷兰外贸 与发展合作大臣范吕文 双方重点就光科技书华 还有加强半导体产业合作等议题 深入交换意见 王文涛表示 今年是中和建立开放务实的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 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中和经贸关系稳步发展 中方赞赏何方坚持自由贸易 视何方为可信赖的经贸伙伴 希望何方秉持契约精神 支持企业履行合同义务 确保光科技贸易正常进行 要防止安全泛化 共同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范吕文表示 荷兰以贸易立国 主张自由贸易 高度重视对华经贸关系 中国是荷兰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 荷兰愿继续做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 荷兰出口管制不针对任何国家 所作决定基于独立自主的评估 并在安全可控前提下 尽可能降低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 供应链的影响 期待两国进一步拓展绿色转型 养老服务等领域合作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博澳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 今天登场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在主旨演讲当中表示 面对错终复杂的国际形势 亚洲要把长治久安的前途命运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重申 中国会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为亚洲邻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今年论坛年会 以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 共同的责任为主题 开幕会还邀请了哈萨克斯坦 挠鲁 斯里兰卡等多国政要出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在主旨演讲中表示 当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霸权霸道 危害深重 和平与发展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他认为今年的主题具有现实意义 呼吁亚洲各国要把长治久安的前途 掌握在自己手中 赵乐际又称 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 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 必须坚持合作共赢理念 建设更加紧密 更加开放的区域 共同市场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 筑墙涉累 脱钩断裂 在开放中共享机遇 在合作中寻求共赢 富凰卫视 周嘉兴陈旗 刘家浩 海南博澳报道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嘉宾邵宇宙 邵宇宙你好 宇宙你好 宇宙你好 我们看到近期中国领导臣 频频的透过重磅的财经会议 向跟外资还有这些 外企的高管交流见面 并且对他们关心的问题 一一做出了回应 您认为这主要想像这些外资外企 传递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一年一度的话 春季是一个会议季 大量的高规格的国际会议 在这样一些重要的场合的话 国家领导人不断传达出 对外资外企的也非常欢迎的 包括欢迎投入投资 包括公平的贸易跟交友的一方面 这样一些信号的话 能对于中国吸引进一步的外资一个投入 包括中国保持良好的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姿态 听到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会议里头的话 我们这些领导人不断强调 中国将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而且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宽放 我的理解又在其实全球化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 那么现在的开放可能更多的是制度性开放 也就是深度的开放 包括制度的一些人间 传递这样一些信号的话 可能在一年之际 在这个春天的话 可能带来了更多的一些积极的 这样一些讯号和暖意 这相信对中国的这个外资 外贸的稳定和进一步的扩大开放的话 会带来很多政变的一些 是 我们看到本月先后 在北京还有博鳌召开了 两场重磅的财经会议 都吸引不少世界500强的企业高管出席 那么在美国政府持续围堵 中国高科技发展的这个背景下 我们看到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 美国企业的高官人数有增无减 特别是在半导体行业的高管 来了六个人 可以说涵盖了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半壁江山 那这是不是也意味说 中国的市场是无可取代 确实 因为其实中国现在最大中的 仍然是这个半导体的一个进口 那么跟石油的这个进口 是一个量级 大家也知道 芯片是未来的这个数字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核心 所以怎么样能保持一个开放的格局 通过巨大的市场去吸引这样一些 这个投资人以及供应商的进入非常关键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政治的这个诉求 跟经济的利益之间的存在的一定程度的一些张力 所以我相信这些外商企业的这些大佬 也想了解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政策 怎么样去跟美国的当下 这样一个政治环境的做一些协调 在相应的这个张力中 能找到一个适合发展 既能保持对中国的进行一定的技术产品的一些供给 又能保持符合一定的美国的这样一个需求的 一个政策的一个可行的路径 那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其实也就很简单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是有一定的竞争的关系 那还有另外的选择 你比方说良心的竞争或者进口 那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同时把这样一个产业 包括这个芯片 未来的这个数字计算 能够做得更大更强 也就是不着急去分这个柄 或者形成更多的壁垒 而且大家一起谋求更多的更快的共同的发展 那这可能更多的可以实现一个双赢 同时也兼顾到了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可行性 另外我们看到领导成在向外资外企信心喊话的时候 他也不断反复的强调中国在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希望可以透过科技壮心来引领产业的创新 那么在自身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也为世界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 不过您认为在发展这个新制生产力 Megang China的这个同时 到底能不能为跨国的企业带来新的投资区域 对 因为现在讨论非常热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新制的生产力 是怎么样能够在科技 人才 教育以及产业之间 包括金融之间的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我觉得其实首先可以有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 比方说像美国它的科技 它的资本跟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原动 以及优质的教育的话 提供了很多的成功的一个范例 对于中国的这样一个发展精神来说的话 我们有权利要求自己在技术的这样一个水平上 做更多的跃迁 因为在有限的这样一个资源 以及一些相应的约束情况下 我们要形成这样一种从科技 到这个产业的一个良性循环 那当然如果发达国家愿意把这方面 很多的know-how提供给我们的话 我们当然非常乐意接受 并且在中国自身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 我们也欢迎FDI 就是外商的投资的企业 家应的提供他们觉得合适的一些技术 以及供应链方面的一些支持 那我的理解其实就像我们领导人提到的 其实很多供应链或者是全球化的进程的话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那这样的话才能真正实现一个共同进步 所以我觉得在新制生产业中国的发展过程中 其实有着比较成功的经验的这些企业的话 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当然这个有一些的前提 比方说我们也能够提供一个充分的 就是产权的保护 或者对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的利益的一些保障 那当然这是一个一个的案例 一个一个成功的这样一些 投资这样一些这个标杆的话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所谓叫best practice 那这样的话也能树立外资企业的这个信心 并为中国的这样一个新制生产率 以及高资料的发展能够去添砖这样 非常谢谢邵先生 我们今天产业电话题做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下一节回来关注亚太区股市的表演情况 我们待会见 历利股市今天集体反弹 互指从上3000点 粮食成交也略为增加到9300亿元 另外今天是港股在3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亨值反弹148点 总结全周累计上涨0.25% 整个三月份的微升0.18% 但整个一季度则是下跌了近3% 是连续四个季度路的下跌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回升 互升三大指数中场都与红盘作收 互指低开后走高 盘中一度涨超1% 深圳市场表现领先 深层值上涨超过1% 低空经济概念先涨停潮 钢缆高速联通期概念股也大幅反弹 但银行板快走低 互指收报3010点 上升17点 升幅0.59% 深层值收报9342点 上升120点 升幅1.31% 创业板指数升0.95% 科创50指数升1.39% 两市成交继续维持不足万亿元水平 北向资金金买入23亿元 港股在3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低开高走 恒升指数低开14点后震荡上扬 最多上升332点 午后涨幅收窄 恒指收盘报16541点 上升148点 涨幅0.91% 主板成交1172亿港元 恒指本周累升41点 涨幅0.25% 而累计3月份 恒指微升29点 涨幅0.18% 是连续两个月上涨 但整个一季度跌幅达到近3% 蓝筹股互有涨跌 科技 新能源车和内需板块出现反弹 恒升科技指数收涨2.48% 盘中更一度大涨超过4% 中升控股涨超过一成 零涨蓝筹 地产 公用和内营股则普遍走弱 亚太区其他股市则普遍下行 日本股市大跌1.46% 韩国和台湾股市跌幅在0.3%左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最澳洲股市大多数牛皮靠稳 其中斯托克600指数刷新历史新高 而英国的股市也触及年内的最高位 再带您回顾昨夜美股的表演情况 昨夜三大指数结束跌势 其中标普50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 各股方面 特朗普的媒体公司上市第二天 再生接近一成半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 计划在下次访华期间 将向中方表达中国部分行业 产能过剩的问题 又指美方不想采取报复行动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周三到访佐治亚洲一家 太阳能电池制造厂时发表演说 提到中国在提高太阳能电动车 和离离子电池的产量上 造成不公平竞争 扭曲全球价格 损害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 打算在下次到访中国的行程中 向中方官员表达 中国增加绿色能源产量 也会对本身经济增长 及生产力构成风险 促请中方采取必要措施 解决相关问题 耶伦又指 过去中国支持钢铁合铝等行业 大量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 中国企业寻求以低价出口 这样虽然有助中国本身的生产和就业 但就使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业收缩 美国网络媒体报道 耶伦将会在4月访问中国 但美国财政部拒绝正式出访计划 中国商务部早前批评美方 以毫无依据的武断标准 指摘中国经贸政策 妄称中国的正当贸易措施 为经济胁迫 颠倒黑白 诬称中方造成产能过剩 对中方因美方封锁打压 而采取的应对举措 扣上主动脱钩的帽子 反映美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媒体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 央行要增加买卖国债 这激发股市作多的情绪 但是大行跟分析师普遍认为 不应该过度解读 中国人民银行周四的逆回购操作 维持在较高规模 央行表示 为维护寂寞流动性平稳 当天开展了2500亿元人民币的 7天期逆回购操作 规模持平于周三 镜头放进额达2480亿元 延续本周的镜头放 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压力有限 但在结构性矛盾和供应疑虑下 在券市场先涨后回软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年内要发行 1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为了给特别国债让路 政策性银行金融债部分 发行规模将会体现至二季度发行 另外香港南华早报 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期出版的书报道 习近平要求 央行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 逐步增加国债买卖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 央行为执行货币政策 可以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包括 在公开市场买卖国债 其他政府差券和金融差券及外汇 也就是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 但一级市场购买国债是不允许的 而央行对上一次买债是在2022年12月12日 以数量招标方式购入7500亿元特别国债 不过各投行和分析师普遍认为 不应过度解读 华台称券雇售团队指出 买卖国债显然可以成为 公开市场操作的必要补充 但赤字货币化底线依然存在 摩根士丹利发表的研报也表示 中国版QE并不会发生 也不是量化宽松 而是改善公开市场运作机制 从使用央行票据 逆回购和借贷便利 转向越来越多的使用政府财券交易 来控制金融状况 这是全球央行的标准做法 花旗则指出 中国央行购买国债 是提供永久流动性的合理工具 应该有助于提高市场 对流动性 以及消化未来国家供给的信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财势特区来关注中国农业银行 去年净利润按年增加4.2% 营业收入也保持增长 美股的股息按年增加近4% 而派息总额超过了800亿元 农行发布财报显示 去年实现净利润2698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4.2% 营业收入6955亿元 保持正增长 家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91% 派发墨西西每股0.2309元人民币 预计派息总额超过808亿元 去年总资产39.9万亿元 其中贷款总额22.6万亿元 个人贷款余额超过8万亿元 融资总量合理增长 客户存款余额28.9万亿元 境内客户存款新增3.91万亿元 日均新增3.9万亿元 为持续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提供了有力支撑 截至去年末 不良贷款率1.33% 将2022年末下降0.04个百分点 不良发生率 逾期贷款率等先行指标 控制在较低水平 在业绩发布会上 农航管理层针对外界所关注的 银行业的风险问题回应之 中国大型银行的经营稳健 总体风险可控 中国经济任性强 潜力大 长期向好 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我国银行业的金融风险 总体是可控的 尤其是大型银行 非常 经营是比较稳健的 我们一方面要为实体经济 主动让利 另一方面的话 要不断地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今年我们会围绕重点领域 为客户 通过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来推动中间业务价值的贡献提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中国银行去年的税后利润增长4.1% 末期股息按年增加近2% 至于中银香港全年的股息 也增长2成3 中航去年的股东应战利润 是2319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2.4% 营收增长超过6% 当中净利息收入上升大约1.5% 末期息每股0.2364元人民币 截至去年底不良贷款率下降0.05个百分点 至于旗下的中银香港 2023年股东应战利益超过327亿港元 按年大涨2成6 经营收入按年增长近2成1 末期股息每股1.145港元 而连同中期股息全年的股息 按年增长2成3 派息比率是54% 较2022年提升了一个百分点 中国商务部决定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采取的双反措施 外电报道 澳方也将撤销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的诉讼 经过近四个月的复审调查 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公告 决定自3月29号起 终止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 征收反倾销税 终止征收反倾销税后 不征收反补贴税 建议中国相关葡萄酒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不再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 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中澳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我们愿与澳方一道通过对话磋商 解决彼此关切 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关系 稳定健康发展 3月26号 中国就美国通胀削减法 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措施 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特亚东也在会上进一步指出 美方以应对气候变化 低碳环保为名 制定出台歧视性的补贴政策 扭曲了公平竞争 也违反了相关事贸规则 中方起诉 即使维护中方 新能源汽车企业利益 和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 公平竞争环境的正当之举 也是为了坚定捍卫 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别贸易体制 坚决维护新能源汽车 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 凤凤卫视 你巧闻叶博健 北京报道 谢谢收看今天节目 祝你晚安 再会